《一步》這首歌其實都寫了大約三四個月 即是三四個月之前寫的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 證據 寫了三四個月 其實三四個月之前寫 寫了六個月 我們上的溝通就是這樣 我WhatsApp 長得多 三分鐘 大約一度 是者一步 其實我們為什麼叫One Promise呢 其實我們想起 這隊樂隊都合了一段不少的時間 十幾年 當中有一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 我問自己為什麼 玩這麼久還繼續玩呢 其實我們四個都覺得 我們是源於最開始合樂樂隊的時候 即是對自己的承諾 希望做好這隊樂隊 希望玩好音樂的承諾 所以我們就用了One Promise這個名字 去提醒自己 做我們的樂隊名 也在去年年尾 我們有一個成員離開了 離開了一隊樂隊 離開了一隊樂隊 不好意思 不明白 他還是健在 Very Good Friend Anyway 因為我們加入了環球 和Brave Music 所以覺得 好像有這麼多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我們就很想改一個新的名字 轉一個新的項目 提醒自己 我們踏出新的第一步 Tag Song 我自己覺得 簽了這部之後 最大的分別是 現在可以開始 可以專心很多 做音樂 因為其實 每一個部門 例如 Marketing Management 都已經有 一些很有經驗的同事 去處理 我覺得我們 以前 經常都在困難的位置 又要做音樂 又要考慮Starlink 又要考慮IG 如何宣傳 之前有場表演 甚至乎坐車 對 坐車 或是Admin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都覺得很弱 我們很喜歡 只是做歌 或是玩表演 入了公司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 給我們設定了某些東西 或者幫我們計劃了 我們就可以專心 專心在音樂 我自己反而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都很不同 就是要求 以前我們是 以為自己 很高要求 以為自己已經盡力了 那一刻 就像Anton這樣說 我們四個 都覺得正 這首歌就出了 沒理由我們再等兩年三年 再丟掉這首歌 但現在的要求 我覺得是 在全方面 包括 可能是我們四個人的一個WhatsApp Group 看訊息 我自己的態度 我們不可以再錯過任何東西 或者我們做歌一定要要求高 我們做MV也要求高 我們做訪問 或者什麼 我們都要 以前在這裡 不是 現在要跳到一個很遠的位 因為你 既然有資源 既然人家已經可以給時間 和心機集中的時候 你的要求 就一定要 你的結果 應該這樣說 你的結果一定要做得比以前好很多 否則的話 我們簽來做什麼呢 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 起過範圍的時候 我自己是幻想一件事 就是 在幻想著 那個台 究竟是 我們有多少燈光 我們是在做什麼 那個力量 我們project多遠 還是 可能以前我們有首歌叫 我們洩美 我們洩美 我覺得我望上的台 感覺是 向內 但我感覺到這首歌 是要向到很前 好像Anton有說過 他覺得這首歌 我們要做一首歌 好像 整個太陽 扔過來 很光 那種感覺 我眼中 好像 我每次都覺得 好像看上台 有四個人的影子 現在後面就很光 很光的 很光的 很厲害的 能力 我經常都這樣想 就算這首歌 或者對樂隊的感覺 都想希望 project到這種 的能力 首先第一件事 很感謝Randy 周石漢 這一個 這麼好的大前輩 其實我做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demo 然後我們四個人都覺得 OK了 然後我們將我們本身的idea 放進去 然後他就再給我們意見 他講了一件事 他就說 現在你們的demo 是一半的 對於他來說 你們還有50分去進步 然後他就每個點軸 細點軸 每個細位都跟我說 怎樣做好一點 他只會跟我說 這個位置 你現在是怎樣 你應該要做成怎樣 他做成怎樣 那件事不是說 你加一支結他 他不會這樣說 他講一個效果 例如這個位置 你應該要很推進的 他用推進這個字 變成那個 那個空間我們就很大 正正就是他跟我們 講 我不要改你們的東西 我要100%是你們的東西 要是你們自己 input 但是我從旁就幫你們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自己很 thankful 他這樣幫我們 也會令到我們更加想 跟他合作 因為其實我覺得 簽公司之前都會害怕 會不會做這個 又被人限制 或者沒有了一個自由呢 或者可能跟製作者合作 然後完全做不到自己的東西 你知道可能 樂隊會很害怕 這些事情 之前都會想很多 但是其實跟不同的人溝通 不同的部門 他們熟落後 原來是可以做到自己的東西 其實Randy 我眼中的Randy 或者這個全國製作 是覺得他把我們現在的東西 每一個想法 確認同我們 是否想這樣做 是嗎 再慢慢幫我們刁鎖 實正了 很強了 我覺得每一個想法幫我們 其實今次歌詞 都一個 都是Anton 都是交給Anton 都是一個特別的嘗試 因為以前我們自己做的時候 通常都是自己一填 填了中文詞 之後就用 因為我們都是填廣東歌為主 但是今次由於有Demo 我們開始是有一個英文歌詞 其實我覺得 記得我寫的英文歌詞Demo 其實都是講我們幾個人 好像流著同一個血 好像是一個兄弟的感覺 終於都可以去到這個 好像將樂隊變成一個職業的感覺 然後到我真的要將它變成一個中文歌詞的時候 就很快就覺得 是這件事 然後Hook Line就想到一步 這件事 亦都由那個一字 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划一 然後看著歌詞 就覺得 其實我們 這麼多年的堅持 其實好像用這麼簡單的一字 未必表達得到 好像要走很久才踏出第一步 於是就用了一個大寫的一字 去代表這件事 於是就跟鄭敏合作 就是談了這個大項目 就是我們想表達的 最深的我們四角的感受 他又很喜歡 他又覺得很同意 我們也跟他分享了我們的 兄弟情 或者我們以前以來的事情 還有鄭敏這個朋友 我們在Indy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他的歌詞 又看他的歌詞 所以很快就了解到我們 是一隊的樂隊 就一起合作 填了這份歌詞出來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滿意 因為他很明白到我們自己本身想說話 所有歌詞都好像在我們的角度出發 一起合作這件事 是非常之… 都覺得是… 像是enhanced 我們這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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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做 拿到我的歌詞 去你 出發 他准跑 筆跑